经过鉴定 孩子的DNA跟你的匹配度 达到了百分之九十九点九九 也就是说 这孩子是你的 你真的是我的孩子 慧琪 我真想撞死你 让你从这世界上消失 你是不是有病啊 你想撞死我 来呀 你撞啊 你以为你撞完我 你有什么好下场吗 我是有病 这倒是被你给逼的 你害了我哥坐牢 现在又想来毁我了 是不是 你为什么要在向我面前多嘴 说孩子不是留伙的 为什么 你到底想干什么 听你这意思 你早就知道 那孩子是向辉的了 对了 你是毛鸦鸦的闺蜜 你抢了闺蜜男朋友 要说无耻 还真没有人能跟你比 人前人后两张皮呀 就你做的这些缺德的事 你怎么好意思去说别人呢 你 犯任务事之前你先动动脑子吧 你先动动脑子吧 就你这点情商智商 你算了吧 算了吧 算了吧 你急 我早没有杀了你 我早没有杀了你 雨夕姐 雨夕姐 小青 你来了 你记得你上次不是跟我说 你怀疑那个孩子不是刘火的吗 对啊 我现在确定地告诉你 那个孩子确实不是他的 是毛鸦鸦和他之前的男朋友 向辉所生的 不会吧 雨夕姐 现在薛姨可疼那个孩子了 你要是让薛姨知道 那刘家不得闹翻天了 所以这件事情才非同小可呢 你想啊 你薛姨那么疼这个孩子 如果她知道 这个孩子不是刘火的 她会怎么样 她肯定不会让刘火和毛鸦鸦在一起 对吧 对啊 这不也就是你想要的吗 是 可是 我应该坐下什么呀 傻孩子 哪有你坐呀 你想 你们小区里有那么多的人 那么多人可以替你传话 重要的是 你还不能让人家知道 这件事情跟你有关系 一旦知道了 即便是这个事情成功了 他们以后也不会给你好脸色看 知道吗 行 我知道怎么做了 好 那你先回去吧 不一会儿他们找你了 行 我走了啊 好 走了 好 好 是呀 这个我早就听过了 这个毛鸦呀真是不简单 一块鸡木都被她用绝了 可不是吗 听说薛姨一家人还被蒙在鼓里呢 真的假的这事 真想不到毛鸭是这种人 那如果真是这样的话 他们得被扫地出门 肯定是扫地出门 我说半天找不着人 你在这儿跟他们聊什么呢 我一人忙着着我朝天的 李主任 你别怪我没提前你 现在大家可都在说 毛鸭那孩子不是灵活的 你那被怪我说我这坏话 你脚蛇的根子 有你这样的吗你 你对起毛鸭鸭的吗 你对起我吗你 你对起 你对起吗 你冲我让人什么呀你 这话又不是从我这儿传出来的 再说了 那毛鸭敢干我凭什么不能说 德性 我这抱脾气 行行了 行了 咱们大家还是散散吧 散散吧 各位 咱们还是散散吧 散散散散散散散 你们听说了吗 就那刘家的事 听说了 你说世上还有这种男人啊 他们都说啊 这男的到现在还不知道呢 不会吧 是不是自己都自己不知道 说的就是呀 他们都说啊 这个叫刘伟的 还是个大老板呢 那女的叫毛丫丫 就咱小区物业办的 是啊 你说这事啊 一个大老板 娶了个普通的物业女工 这事本身就够奇葩的了 还燃燃呢 你们这几个长舌妇说什么了 你谁呀 谁长舌妇呀 神经病呀你 我谁呀 我告诉你我谁 我就是你们嘴里的刘火他妈 说呀 说不清楚我抽你 我们也没说什么 我告诉你 你们再敢再乱说话 你看我怎么揍你 我跟你讲 混蛋 干嘛骂人呀 我骂人 我骂你 我还骂你 干嘛 你干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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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来得正好 这几个臭三八一大早就在这散播谣言 你说气不气人 刚好你来替我作证 听听人家怎么说 有病吗 不行 你咋不说话呢 阿姨 这也不能怪他们呀 大家都是这么说的 啊 大家 大家 大家是谁呀 谁是大家呀 都怎么说了 笑什么笑啊 去 去 去找麻烟压去 好 好 好 雨淇姐 薛姨已经知道了啊 那么冷的天 你抱孩子去哪儿 给你 好好好 你不要就不要 那你到底要干什么呢 我不想干什么呀 我现在就只想回家 我想一个人静一静 我想找个调待一会儿 行吗 你不是说了吗 你想离婚啊 好 你回家 回家就回家 你回家好好待一会儿 哎 哎 虎哥 鸭鸭姐又抱着孩子回娘家了 她怎么这样啊 这女人呀 不能丑 会怪坏的 干你什么事啊 这是我们之间的事情 要你多什么罪 我不是担心你吗 再说了 薛姨要是知道鸭鸭姐抱着孩子又回娘家 她肯定会着急的 去拿我车钥匙来 车钥匙 我不知道在哪儿啊 故意的吧 你 我 我没有 太不公平了 我怎么就没有毛牙牙这个福气啊 好让我的男神 也可以宠着我 我 毛牙牙 毛牙牙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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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反正跟你说了 你也不会懂 你记得 让这里每一个人呢 都要打起精神来 因为我们即将面对的不是一个项目 而是一场战争 不过向总 您说话太深奥了 战争 我们是要打谁呢 没有谁 你让他们都回去吧 你记得啊 让他们看一下我给他们发的资料 嗯 好的 我和向婚有没有联系关你什么事啊 我说你这人还真有意思啊 你要是那么想知道 你干嘛不去问刘伙呀 你来找我干嘛呀 喂 喂 向总 我是何雨琪 您今天晚上有时间吗 我想跟您见个面 见面 哦 我有一件事情想跟您聊聊 苹车 zu养 过财神 大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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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走 是不是 每一个人 爸爸孩子在这里 你是不是跟刘伟吵架了 你过得好不好 我过得特别好 我有一个爱我的老公 我有一个疼我的婆婆 我是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 我这么说 你是不是心安理得一点 不是这个样子 雅雅 我没有一天不再想你 不再牵挂你 我希望你过得好 你希望我过得好 一年呀 整整一年呀 你一个字 一句话 一条短信都没有过了 你希望我过得很好 楠雅 你听我解释行不行 解释 小辉 从你没有无数次解释的机会 可是你都选择了放弃 你躲着我 你在我最痛苦的时候 在我最无数的时候 你都躲着我 我到底做了什么 让你这么怕我呀 你又做了什么 不敢欠我呀 你成了人家职房一年呀 你怎么解释啊 对不起 雅雅 对不起 你能不能冷静点 我怎么冷静 六年 六年呀 见婚 我们在一起六年 我们经历过那么多美好的时光 你说过你要跟我结婚 六年的感情 你说不要就不要了 你让我怎么冷静啊 你知道 你知道我知道时间是怎么过来的吗 你知道我是怎么面对我的家人的吗 你不知道 不过 不过这些都与你无关了 总在躲避我 不敢你说 你都还爱我 我会在哪个时为我多相落 我现在所有的一切 都跟你没有任何关系了 以后请叫我刘太太 如果你会想起我 唱给你的承诺 如果你真的没有 需要一个拥抱 我会在哪个身为我的角落 我会在哪里 我会在哪里 你 DYD Tough